大家好,今天是12月2日的特地節目 希望大家預備這個聖誕節的假期的時候 並沒有幫助這間香港航空 因為傳聞有一間航空公司香港註冊的經營困難 並且在短期內沒有辦法再提供服務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買了旅遊保險的話 是否代表我們可以做理賠 不用擔心航空公司倒閉呢? 我今天會講講的 簡單說 如果航空公司不能夠提供服務 第一個對家當然要找航空公司 或者是提供意見的旅行社 保險公司是根據合約提供保障的 極大部分的保險公司 都不會因為航空公司倒閉 而作出賠償的 所以第一件事你應該要做的就是 去找航空公司 現在仍然是12月2日 如果你聖誕節已經安排了機票 盡快找航空公司問清楚 航班情況是怎樣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是趕快轉航空公司換那張機票 就會賠償你實際上付出改機票的成本 但我再說一次 十居其舊的保險公司 都不會因為這件事作出理賠 今年9月23日 英國Thomas Cook突然間倒閉 Thomas Cook是一間全世界第一間旅行社 1841年已經開始運作 它規模相當大 但也因為整個旅遊業的改變 形式和運作 和100年前完全不同了 所以忽然間都沒有辦法提供服務 都沒有辦法 其實2019年初四個月 已經有20間航空公司 大大小小在世界各地 停止運作 如果你所投的保險公司 即使它的條款包含著 航空公司倒閉 它都會因為 已知條款 即是說 你買保險的時候 那間航空公司已經宣佈了很有困難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這張保單都可能 不會賠償出去 換句話說 如果我今天忽然間覺得 香港航空很便宜 立即買一張機票聖誕節出貨 1月2日回來 這樣會不會有機會 它有點害怕 怕它會倒閉 不如買一張旅遊保險 可以補航空公司倒閉 行不行呢 這個都很大風險 因為今天來說 這間航空公司倒閉的機會 已經迫在不設 所以極有可能 保險公司會用這個 已知條款 不作伴償 有句話說 去旅行是為了要乘飛機 乘飛機就希望去玩 去玩就希望玩到 所以今天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第一時間要找航空公司 了解清楚你的機票 是不是仍然有客 如果退票 要什麼成本 盡快決定 不要等到去不到旅行 再回來找航空公司 或者保險公司 祝各位旅途愉快